大概30分鐘 看看它發酵成怎樣 也很大 就測試一下 用少許粉在手指上 輕輕刺一下 你感覺到它會微微彈起 即是這個麵包已經發酵完成了 如果你還感覺到它很緊 即是你可能給它多5分鐘 或者10分鐘 現在這個就可以了 未入爐之前 我會放少許即食飲物片 放在表面上 除了即食飲物片之外 我還會加了一些沙發酵素 上過麵包之前 我通常會噴一噴水 有些就不要噴 就這樣放 不過噴了就好像會黏得好一點 好 焗爐已經預熱到180度 因為自己吃 如果你在街上也沒有那麼多 我會放很多 我覺得噴了水會好像黏得好一點 是這樣的 這些放在表面上的 除了你 你說你不喜歡放這些 你可以就這樣灑上高筋麵粉 這樣也可以 這個很個人喜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接著我也是用這些普通的刀片 就這樣 把它輕輕地割幾刀 在這裡 好 在這裡 可以把它放入烤箱裡 大概會烤20分鐘 好 待會烤完之後 就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OK 好了 我們這個黑麥芽玉麥紅莓麵包 終於都焗好了 我用了180度 焗了它大概20分鐘 我現在就把它放在架上 攤冷它的腰 好 好了 看看它軟不軟熟 因為它現在也很熱 應該也是很軟熟的 因為始終加入了湯種麵包 它焗出來的麵包 都會特別鬆軟 雖然昨天擦的時候 是真的都很黏手 比較論盡一點 但最後都叫做完成 還有我擦的時間 就是我自己看回 大概用了16-17分鐘左右 始終我提議大家 擦麵團不要擦太久 因為擦太久 都會影響焗出來麵包的鬆軟度 希望大家今天喜歡我這個推介 我自己也沒試過 但現在聞起來應該是很香 應該是很好吃的 如果大家有時間 不過最重要是有興趣 那就不妨一試 多謝大家 拜拜 Hello 我看到麵包已經冷了 我也想給大家看看 它裡面是怎樣的 我現在就切開它 看看 是這樣的 它真的很軟熟 真的非常軟熟 因為它真的可能有湯種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現在切開它 看到它是這樣的 它真的很軟熟 麵包 給大家看看 我再多切一塊 看看 你看 切開完之後 我現在看到 如果你一個這樣看 你就感覺不到它有多軟熟 它很大 而且很重 好像很實 但現在切開 你可以看到它是真的很軟熟 可以再看看裡面 大家給我一個近鏡 看看它是這樣的 我現在切開完之後 就覺得昨天 幾辛苦拆開也是值得的 因為昨天拆開的時候 真心說 它真的很鬧鑑 不過現在看到成果是這樣的 我自己也很開心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不妨一試 我也覺得 都值得的 雖然手拆開是辛苦 但是看到這樣 出來的效果是這樣的 我就覺得 我自己也很開心 希望大家喜歡 有興趣的 就不妨一試 拜拜